今天我們要專訪的這位前輩族的人物呢 情歌王子之稱 對 他的歌曲我覺得已經讓很多人啊 走過情商了 真的 而且他出道二十幾年 出了三十三張專輯 每一張都賣得好好 我的天啊 一年出一張的話也33歲了 不是 我只是用這個邏輯 這不是重點 因為他第一年出道就 一口氣發了三張專輯 然後都大賣 今天我們一開始就最熱烈的掌聲 歡迎張慶哲 全家人的哲學 水流的閻滴在路邊求救 雙人窗踏是天堂卻著火 愛恨難堅毫救生 游下車窗風哭得很兇 房子里堆满装蒙的理由 快乐是萤火亮起的结果 现在不流行低头 每个人都像抛手生云的感动 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 我想的透明人暂时在街头 冷眼看莫名的疏漏 慢慢侵略了生活 突然就不奢望所有人懂 空出来的时间刚好拿来寂寞 谁都别来想决定我要什么 懒得跟所有人沟通 反正说了也不懂 习惯一个人总让我 不撒脱 各位好 欢迎 大家好 你好 请坐 请坐 谢谢 哇 你跟我记忆里都长一样耶 完全没变是不是 没变耶 而且刚刚有讲到说 你已经出过33张专辑 对 但是千万不要一年一张这样子算 33张如果以一张十首歌的话 有三百多首 对 最起码是这样 对对真的超过 那你的演唱会 你的演唱会 你都会唱出三百多首吗 也太值回票叫了吧 他的演唱会 不会耶 其实 其实 有些歌早忘了吧 对真的真的会忘记 尤其是尤其是很少唱的一些 譬如说以前的那种B面的歌曲啊 哦 基本上 录音带的那个 对 哇 你讲到B面 大家还是听不懂 因为现在都CD了嘛 现在这个时代 对 现在没有AB面 但是 现在连CD都快要被下载淘汰了 对 被网络下载淘汰 对啊 所以其实有很多歌 譬如说 常常 譬如我们在歌迷聚会的时候 我常常会有些歌迷就会说 我们可不可以听哪一首 听哪一首 听哪一首 但是那些歌名 可能我连 听到歌名都完全想不起 任何一句旋律 会不会听到你以前的歌 还想说 真的会 我有试过 三百多首 这样子算是蛮夸张的 好厉害 我自己想 其实真的自己回想起来 我真的有点夸张 因为真的 真的 我真的没有办法 把每一首歌的歌名 完全背出来 那个板子不得了 你不要讲到 什么东西啦 你讲钱 伤感钱 敢玩笑的 我没钱也不好做事 哈哈哈哈 你也倒是也挺现实的吧 不是 我跟你说 因为哲世情歌 深植人心 真的 因为像很多 你自己会看一些歌唱比赛吗 会 其实会 那唱到你的歌的时候 你那心情 会很开心吗 呃 会蛮开心的 但是我觉得 我到目前啦 很 很少看到 唱我的歌 然后让我觉得 哇 不错的人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 呃 我觉得那是一种迷思啦 就是说 很像 选我的歌的人 都有一点点要 模仿我的唱法 或是声音 对 万一唱到爱如潮水 这首歌的时候 这应该你会怕喔 你会 因为他唱到现在 应该有几百次了 因为爱如潮水他有气定的画面 嗯 我认为啦 对 你必须要用这样的方式去诠释 就很难有一些突破 对 因为其实爱如潮水我自己也试过 就是因为演唱会嘛 非常不可 然后呢 前几年我很叛逆 我就故意不要 故意不要唱正常版 就是说 我一直觉得 原来的版本我已经唱太多了 而且唱到有点烦了 你如果算的话 你超过几千次有 几万次都有 几万次 每次去商演啊或活动 基本上都要 然后演唱会也一定要 太经典了 所以其实我之前那段叛逆期 我就是 我应该改编过 可能超过十个版本吧 有嘻哈版吗 有 有 我的爱如潮水 有 不行 那太跳动 观众水平就上来了 对 对 这个有点 有反差又太大 就是说加点爵士啊 加点 对 加点爵士或是加点 R&B 或是加 就是 加一些不同的东西在里面 但是其实 我觉得 那个深植人心的印象 就是我怎么变 都变不出一个 更 可以超越的 的一个版本 因为你在叛逆期说 在观众反应怎么样 你自己有没有去观察 嗯 呃 我觉得 放在演唱会里面还OK 就是说 因为他有演出效果 对对对 他来看演唱会也会期望看到一些新的不同的东西 所以 演唱会的接受度OK 那但是呢 我一直不敢 也 也没有这个想法 就是说 把改编的版本放在 譬如说自己的专辑里面 或是商演里面 对 因为商演 比如说去两首歌加一首 嗯 类似这种 如果你用辩奏的话 跟观众期待不一样 那就麻烦 真的 真的 就像有时候晚上 一直设定要吃排骨罐 然后吃 没吃到就很吃 差不多是那种遗憾 加十倍 像你拿排骨罐 跟安如草水饼 好过海里 不行 不是 就是 你自己喜欢玩音乐这件事情 也体现在这张专辑 嗯 对 因为 现在的角色不一样 是制作人了 其实我已经制作好久了 我已经其实 这十年来的专辑 都是我自己制作 可是你 你等于是有 用老板的身份去 对 其实这一次我特别 嗯 怎么说 特别任性 我觉得 又叛逆又任性 对 叛逆期 你就是小时候太乖 你知道吗 真的 真的 你知道小时候有时候 乖的人 没玩过 一直读好学校 好班的 他外面突然出色会 哇 五光十色 或者他 会被压抑 他可能是被压抑太久 也 也不能说被压抑太久 只是说因为 我的个性 其实我觉得 对 就是乖宝宝的个性 那以前呢 就会觉得 我就尽量 比如说 配合公司 然后配合老板们 还有大哥们的设计 对 听话 但是当然啦 他们当然不会加租一些 不适合我的东西给我 所以我就觉得OK啊 这样也可以接受啊 但是呢 反而是有一些 自己喜欢的音乐类型 或者从小听的这些东西呢 一直没有机会尝试 那但是呢 我又不是那种 我就是那种乖小孩 不会跟人家吵 但是又会觉得 不开心 所以呢 其实唱片公司就 就来一招 就是说 好啊 那你喜欢做哪一类的东西 我们就可以试试看啊 但是呢 试过的这些东西 就永远放在那个 唱片的最后一首 或是那个 B面的那个 不知道是哪一首 都不是主打 因为录还是给你录 做还是做 但是怎么排 他们还是用巧妙的让你 对 然后打歌的方式 也一定都是打那个 最 最 最市场的那几首这样子 可是看起来他们 蛮成功的操盘 哈哈哈哈 对 对 回过头来想说 诶对齁 也感谢他们 会这样啊 因为那时候好像有市场 就是封阿哲各位 怎么唱怎么卖的歌手 确实 是不是 你那时候一年有曾经 发三个专辑吗 其实那三张 其实不是一年发的 但是我出道那一年 我是我记得 我记得很清楚 我是四月发第一张 对 然后九月发第二张 十月发第三张 那我十一月就去当兵了 哇塞 这么敢啊 对 然后我中间还去嘎两个电影 跟一个电视剧 哦 蛮积极的 蛮积极的 对很积极 反正 那你这样受得了吗 其实有一阵子 我有受不了 我有一阵子就是那时候拍 我记得很像拍成功岭上吧 我也看 就是每天要每天 你知道那时候 晚上要回来 那个上通告 然后呢 早上 我记得都是那种五点起床 然后就 公司就开车 带我去成功岭 然后就开始拍拍拍拍拍 拍的天昏地暗 再回来 晚上再继续 不是录音就是 就是录影之类的 哇 你等于进去当兵算休息了 对 真的是这样啊 我有一次真的受不了了 我就跟我老板 我就跟公司说 我不行了我不管了 我一定要休息 然后他们就真的 排假给你 不是排假给我 就是 也不好意思跟电影公司请假 对不对 因为你一请他们一定会 对 会耽搁到其他人的时间 然后 剧本学生病的戏 让你都一直躺着眼 对 有这个 这个我之后再告诉你 有另外一个细细 真的有啊 然后他们就 就是 就安排我耍大牌就是 我就那天就 玩失踪 可以这样 反正我也不 反正 唱片公司自己去想办法解释这样 然后他们就让我 真的是帮我租了一个酒店 然后我就去那边睡一天 哇 你只是想好好睡一觉 对 哇 可是那后来也延伸出什么 站车开到饭店 没有 我想他们应该有跟 有跟电影公司协商就是说 那就是把 把别人的戏先 先挪到那一天 然后 把我的戏尽量的那个 浓缩 浓缩在一起 那 所以呢 之后呢 我觉得 耍一次大牌以后 你让拍 以后的拍戏就比较轻松 你从没见过的张信哲 十点银行即将独家放映 我的那个大军 那就是被他传来的 不过他有一个 大的缺点就是说 他是没礼物啊 我今天为你带了一个 特别的礼物 什么东西 嫁给我吧 哇 好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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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耍一次大牌以后很像拍 以后的拍戏就比较轻松一点 就是说 他们会尽量协调了 可是我想要了解就是 当老板的 你的目标也是想要提系很多后劲 在音乐上面的 我觉得我当老板都是 有一点点 被时事所逼耶 为什么 我第一次当老板其实是我 离开我第一个公司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为什么会想要自己开制作公司 做自己的唱片 就是因为 我其实要离开这个公司之前呢 我跟老板协商就是说 OK 我做一张新歌加精选 那你们就可以 有精选集可以发了嘛 而且这个是合约以外的东西 这样子 那但是呢 这个发完之后呢 这个 我离开这个公司以后 我们老板又发了 很像四张精选 然后而且还把那个 我之前在录音室 录过一些 我们觉得不OK的东西 全部都拿出来 都一起发掉这样子 所以我那个时候才会觉得 哇哦 这样子有点恐怖 那 我才自己 那个时候其实什么都不懂 那但是呢就是 东问西问 然后就发现 原来我可以自己 掌握自己的音乐 就是成立自己的制作公司 所以我是这样子 因为这些状况 我才被逼 开始出来自己做公司 然后自己做老板 这样子 可是开心吗 有做老板跟做歌手是不一样 嗯 开心的部分就是说 你自己的自主点比较高 然后呢 你有很多 嗯 自己 的理想 可以慢慢的放到里面去 那当然 我觉得更开心的就是说 你可以 呃 当 当我 当我越来越熟悉这个 环境跟这个行业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很多 我觉得很棒的 不管是新人也好 或者说 其他的艺人也好 就有更深一层的合作 这个是我觉得很棒的部分 那很讨厌的部分 那就是一些行政啊 财务啊 什么这些的 这个我是真的 有些会计这些 对 很麻烦的 对 不过当然 刚有讲到嘛 唱片之后 大家开始很喜欢你 对 接触了电影 嗯 那后来舞台剧这件事情 你喜欢舞台剧吗 我喜欢 其实我从以前就很喜欢 但是以前我没有 我没有 奢望 或者说想到我自己可以去 involve这么多 以前我 我就爱看 其实从 我舞台剧的启蒙 应该是我们 我的 呃 高中时代 因为我高中的时候 念一个基督教学校 然后呢 我们学校很自由 然后因为我们班 又是一个实验班 我们班就有14个人 好帅啊 对 真的蛮帅 很好这样 真的蛮拽的 我们在学校 音乐班 不是 是升学班 但是是实验班 就是我们都是 考上 譬如说公立高中啊 考上什么好学校 但是呢不去读 回到我们学校 是优胜 对 你小时候是好学生 对 我还蛮好的学生 一看就是啊 但是其实在 我是你那最极端的 那个体育班 体育班很讨厌欸 说出真心话 你说舞台剧 是因为在你那个时候的 英文老师 对 而且我们班有一个 从小就超级想要当导演的人 就把我们一堆人 全部都抓去那个演戏 所以其实我们就是 在学校就每天在做道具 写剧本啊 然后演一些有的没有的 我记得我们演的第一出戏叫做 而且还是世界 现在还记得 有因为那个真的 那个电影真的太经典了 你永远忘不了 是吗 它是一个黑白片的经典片 只叫做单车师切记 哇 所以呢那个然后 哇 没听过的 哇 好有文化 真的 对就是一个 一个梦想要当导演的一个 那个同学 现在在当会计 也是会计 对 好热门的行业 真的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是 每天玩这些东西 所以 从那个时候就有这个齐蒙 那只是进到这个行业之后 我会觉得哇 舞台剧是一件太难的事情 而且我觉得是很高端的艺术 对 真的 你不容 你演出 公演当天你那是要最佳状态 目前幕后一条心 对 我们现在有一个 画面 舞台剧的画面 来让大家看一下 不许上沙发 告诉你不许上沙发 下来 不许上沙发 下来 不许上沙发 不许上沙发 不许动 我没有动 坐下 起立 双戏 抱抱 抱抱 你好乖 两个不要抱在一起 张死了分开分开 拜托你 他不过是一个可怜的迷失的生命 公园是你们狗的天堂 你跟你的朋友 可以在草地上面 自由自在的奔跑 玩耍 不错 不错 你好 我以前没有看过你 我刚养了一条狗 可爱可爱 对 他那个小屁股 就喜欢扭来扭去的 张维成 我现在在跟你下最后通牒 不要生气 好 我 他肚子饿了 我去做饭给他吃 啊 亲爱的 我来弄饭给你吃了 我感觉虽然你讲到舞台机 是没这一次的 你很喜欢 所以你还会投入花时间 因为 几次有常在我们在机场啊 或飞机上 有遇见 因为你安排时间 我觉得也是另外一种艺术 对不对 还好啦 像演舞台剧 你必须要花很多时间 你要牺牲 比如说工作啊 要去排练 对 对 其实 像舞台剧的话 其实我真的就是在排 我们排练的时间 大概 我们抓两个 两个月的时间 从最 开始 讨论剧本 一直到 我们 这个把所有的脚本 读完以后 修成自己的 口气 然后到备完 到整个 总彩等等 这些我们抓那个 两个多月的时间 那这两个月我就真的乖乖的 待在台湾 哪里都不去 停下所有的工作 对 可是演舞台剧的时候 那肢体要很大 你会不会觉得 不太习惯 就哇 真生气好好 不需要这么夸张啊 搞错了是不是 他是儿童没有工业 对 不需要这么夸张 儿童剧都要这样子 哈 好难过 哭了 要这样 对啊 但是因为我们的 我们的剧 基本上还是比较成人一点 所以基本上 不需要太夸张 而且 其实这一出 这出戏呢 其实他带一点 成人的黑色幽默在里头 所以呢 其实 导演也不希望我们 故意演的特别的 太夸张 夸张这样子 对 经过这个训练之后呢 其实我有更大的 野心跟期望 就是我希望可以 做自己的音乐剧 对 我正在想 如果以你三百多首歌 这样串起来的话 可以 每一首歌都有故事 对啊 而且你自己 可以掌握的 我觉得会 会非常非常感动 所以舞台剧 对我来说 其实我是在训练自己 就是我希望训练自己 能够熟悉 然后成为一个好的 先是舞台剧的演员 那反正音乐 我比较在行嘛 那所以呢 如果这些训练 我觉得都OK的话 我们就可以结合起来 然后做一个 不知道什么样的音乐剧 但是这个是我比较 长期的目标了 所以这个你看 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一个阶段 阿哲哥都把它当做是一种训练和磨练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他刚出道那种 青色的片段 来听 好 马上来去当兵了 有什么话 要跟艾夫人一般 他们有说 我出道个久才有 差不多九个月 然后收到这么多 朋友的鼓励跟欢迎 然后 希望在两个地方 那时候几岁 可以看到更 这样子就叫 二十 他很喜欢跟那朋友们一起去 二十二 玩耍聊天 我的那 大学 对 这就是他传来的 不过他有一个 很大的缺点 就是说 他这个人很狼狼 谁啊我在说谁啊 是说常常会忘记东西 所以我们就要在后面 你帮他这样 解冻解析的 这是他人家的一个缺点 可是 我今天为你带了一个 特别的礼物 什么东西 嫁给我吧 我 为什么不想看 你好像这么高而已 你嫁给我吧 我 有点强性 不行 不行 我不能嫁给你 我的钱我还这么漫长 还有排骨的 好 很厉害 很厉害耶 天哪 我就真的 趁在来三台录影的人 很恐怖耶 你们资料 为什么都还在啊 对 淹水都没有淹到华氏吗 奇怪 呃 这一批没淹到 中式的有淹到 他以前会不自在吗 对 很不自在 超不自在 他刚刚有一点就是想说 我完全 现在看恐怖片 完全不敢 当年是20初而已 对啊 就是大学刚刚毕业要去当兵 好青色耶 而且你讲话有一点点枪耶 嫁给我吧 哪有啊 有一点点那种感觉 你知道 但是因为谢力金有枪 我被他传染 有香音的感觉 对 可是我觉得是没什么太大的差别 你保养非常好 对 我应该那个时候就老下来 放到现在 可是这是不是听说 刚出道的时候 被企划人员就是 批评过外表 有这件事吗 有耶 所以其实 其实有很多人才会问我说 有没有那个 所谓的小生情结 就说因为大家都现在 当然赞美一下 都说我是什么情歌王子啊 什么之类的 那但是呢 其实我觉得 其实这个心态 对我来说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耶 因为我从一出道呢 其实 就是那个 呃 完全不被 就是外形 完全不被认可 怎么会 有当面说 有啊 有当面说啊 只是我那个时候 其实我觉得 反正那时候还是大学生嘛 而且还是乡下来的大学生 所以就 你老家哪里 我老家在西罗啊 云林 对在云林 所以西罗 西坎那个 阿先生 对 蛮乡下的 对真的很乡下 然后所以那时候会觉得 你们说的应该都对啦 哪有随便的人就可以当明星 所以 我觉得他们说的是OK 然后呢 公司呢 其实一开始的 那个设定就是说 你不要露脸 蛤 这样还不能露啊 对啊 我真的是 我真的是出道的时候 我刚出片 其实是没有露脸的 跟周杰伦一样 就是第一首 第一首歌 他们就是打 一直打 然后打到 电台就 莫名其妙的 就红了以后 还是哪一首 是让大家知道 我们爱这个错 爱你爱我 爱你爱我 我们爱这个错 爱你爱我 还是有同意 透露年龄 对 就是因为这首歌就 就大家 接受了 红了以后 我才有机会 我记得我上第一个 我上第一个通告 那时候是小燕姐的节目 那你有忐忑吗 因为 刚开始之前 一直被就是 批评长相 你会不会想说 会不会上电视以后被骂 还是什么的 我那个时候 其实真的都不懂 不知道 对啊 那个时候完全不知道 因为那个时候 其实我 我没有 当明星的野心 或是企图 其实我那个时候 其实是 参加学校的歌唱比赛 是吗 你也是歌唱这样子 对我是参加学校 你是自己报名吗 还是 那个也是 也是一件 一件很奇妙的事情 就是 是 我喜欢音乐嘛 然后我们学校呢 有 有音乐 有音乐科 然后 那个时期 其实正好是 民歌的后期 所以那个时候 各大学 都会办 很多的校园民歌比赛 然后那时候 因为是音乐班的 我有修音乐 我有复修声乐 所以呢 他们这种比赛 就由音乐班来 来统筹 统筹 然后呢 就 大家一定都要上去比 你们不上去 我们的规定 对 怕人不够这样 场面要有 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呢 好不容易 请了两位大牌的制作人来 一位是郑华娟 一位是冰小文 小文老师 对 所以千万不能场面不好看 所以就那个 比赛的人数 一定要撑到够这样子 那该不会 因为前三名都是你们续上的 哈哈哈哈 这比赛办来是给自己 不公平 你那年 第几名 我那年 得了两个第一名 一个是重唱组 一个是独唱组 这样子 哇 我觉得特征主要介入 哈哈哈哈 这么严重 确实是因为这个比赛 然后 然后对 对 就是他们两位把我推荐到上面公司的 对 所以小文老师也算是贵人 对 对 所以其实 其实我是这样出道的 所以其实 所以其实我 我真的对于演艺圈 完全没有任何的想法 或是憧憬 阿哲哥 你的个性是喜欢冒险的吗 我是 我虽然是 外表是乖小孩 对 你外表很书生 但是其实我的冒险 我的叛逆 其实是比较内在的那一种 就是说 OK啊 反正我功课也不错啊 然后呢 你们也不会看到我 做什么坏事 偷抽烟 偷骑摩托车 还是你私底下有偷吃病喔 哈哈哈 还不会 还是衬衫一偷掉都自拼 哈哈哈 所以你是个性是喜欢尝试的那种 对 但是我其实思想上面很叛逆 或是说 或是说我会 我会在一些那个 呃 大家 呃 容许的范围里面做一些 我的 我的小叛逆的事情 这样 因为你最近的那个休闲嗜好 让我们有点吓一跳 蛤 骑马 骑马还好 亲航机啊 对 亲航机你是自己开吗 自己开啊 我现在还没有办法自己开 但你想学着有一个驾照 类似这样的 对啊 对啊 对其实因为我觉得是一般朋友啦 就是大家 就是 大家有了一定的经济基础之后 然后 而且可以可以开始 规划自己的生活以后 就是 呃 真的会想追求一些 呃 想象中很像不可思议的一些活动 但是真正 其实真正一个轻航机 譬如说一个教练机 真的不贵耶 一个教练机大概二十几万 比车还便宜 比车还便宜 那你要买一个比较好一点的飞机的话 呃 也不过一两百万 真的不会比名 比双B名车贵 说实在的 欸那你未来会不会想要挑战自己 是像 约翰屈辅塔 嗯 他有自己的 私人飞机 他那个私人飞机太贵了 我不用 其实我 我喜欢 其实我们 不然我帮你 我干嘛去当机师啊 不过刚好 就有聊到 歌唱比赛现在很多嘛 嗯 那当然都有唱 阿哲哥的歌 嗯 嗯 那你自己到现在都还没有一位可以真正打动你心 今天有三位想来挑战看看 也是我们演艺圈的同仁 对 我们演艺圈的 也算是我们前辈 前辈前辈 他在每一首歌的后面呢 曾经有一段刻骨铭心的故事 他说阿哲哥你 一直陪伴他在人生的左右 就是您的歌 可以吗 那今天你就等于是当初 带您入行的那个 丁小文 对 对 如果好的话你推荐一下 给你自己的工资 一人分事两脚 有没有 再回去做办公桌 对 不然就 帮我们点评一下 这三位选手当中 有没有 可以打动你心 阿哲哥不会说谎 他现在面有男色 对 我一想到是 已经是圈内人士 我就觉得 业内人士 我就觉得 他们都讲好了 评审不好当 就我们说 如果 可以打人的吗 可以吗 没有 谈耳朵 不是 最酥的谈耳朵 好啊 好啊 然后 大老后就打一步 好不好 天气三步 不行 我是超认真的 好 好 马上欢迎第一位 第一号参赛者 马国贤 男和女都逃不过爱情 谁愿意有勇气 不顾一切付出真心 你说你不知你 还包括我自己 甘拜再继续 甘拜又回应 让爱一步一步靠近 对你有一点东西 你看你的眼睛 有那么一点点东西 一点点质疑 不敢相信我的情不知情 我对你有一点东西 不知结果是悲伤还是悉 有那么一点点东西 一点点质疑 害怕爱过以后还要失去 难以抗拒 人最怕就死不了情 虽然不想不看也不听 却陷入暗里 好 太经典了 这个掌声是给所有的观众朋友的 谢谢你们 你们坐在荧幕前面没有离开 你之前红牌盒的时候 鹿哥你有进录音室吗 我当然有进录音室 没有他自己承认张鹤凡是主key 他是主唱 但是我们也是有进录音室唱 只是可能我唱的时候 老师把那个音量拉低了 不是关掉了 可能我不知道 因为我在唱嘛我不知道 我们就直接 你有吓到我耶 阿哲老师 你真的好经典 哲哥 是 您点评一下 我觉得马哥跟那个 我们的 Keyboard老师可能感情不太好 真的 对 好像不同调 各走各的路耶 对 而且其实那个 我发现 Keyboard老师 完全不理你 他也 也不愿意试着跟着你的 他一直走 他不愿意迎合 对 不愿意这样子跟着我就对了 对 他 你不 你会怪他吗 你会怪 其实你算了啦 因为其实我自己 发现我算了是free key喔 其实也蛮难抓的 free key 对对对 这一句跟下一句 根本不见得一样 根本不见得一样 但有故事的 也不怪他啦 为什么选这首歌 有故事 其实因为最主要选这首歌是因为 这首歌当初其实在出来的时候 当歌好听不在话下 对 然后那因为这个 那时候当时刚好有一个 还 就看了觉得还蛮 有感觉的一个女生 那刚好这个 里面的歌词 其实就是很符合 当时那个一个情境 所以每次都会故意找那个女生 比如说找她去唱歌 然后到Keyboard里面之后 其实就故意点这首歌 那希望就是说能够跟她一起合唱 唱给她听 因为这是合唱歌曲嘛 那我今天本来想说找不到另外一个 所以只好我自己一个人来 诠释整首歌曲 那你当时应该都没有成功吧 听了也都吓跑了 他想要一个人分饰两脚 唱男子和女子 这首歌难度在哪里 这首歌的难度其实 因为它很简单 因为这首歌非常简单 所以你要在很简单的歌里面去表达 很复杂的情绪 所以其实这首歌 其实不是在炫技的一首歌 这首歌其实在表达 真的内心的那种感情 你当时唱的时候 也是有放很多画面在 有因为这首歌 其实是跟刘嘉玲对唱的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 我那时候跟刘嘉玲还没有那么熟 所以他那个时候 在我心目中就是女神一样 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幻想着 他的画面在唱这首歌 对 他的故事 我想应该加不了多少分 你不要这样找吧 比重暗恋的故事 我刚刚在唱的时候 我还有画面在叫我脑海当中 你这个故事不是 只是紧张 因为没结果 如果你跟他真的走入礼堂的话 可是我一直质疑 我当时其实一直质疑就是说 没有结果的原因 可能是因为我这首歌诠释的不好 没关系啦 想不到几十年之后还是一样 可能 等一下长额头几率蛮大的 先跟你说一下 好 先请马哥入座 谢谢马哥 重点 第二位参赛者呢 他是比较年轻一辈 你的歌影响到七八年级 就是80后还是喜欢唱阿泽哥的歌 掌声欢迎第二号参赛者 夏和熙 轻松中间 都由 books 翻译 冬至 纽约 每个地点 冬至 纽约 每个地点 累了我就帮你提高更新 塞成甜点哪怕下雪 每天都要和你过情人节 星光音乐一杯热咖啡 只想给你所有浪漫情节 让我做你的男人 二十四个小时不睡觉 小心翼翼的保持这种热情不退消 不管世界多纷扰 我们俩紧紧的拥抱 音乐月我感觉又微笑 藏在你嘴角 做你的男人 二十四个小时不睡觉 让胆小的你在黑夜中 也会有个依靠 就算有一天爱会变少也会变老 就算没告诉过你也知道 下辈子还要和你遇到 谢谢 下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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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唱完了我的人生 这个歌唱比赛呢 我只能说 连会计也疯狂 下辈子 下辈子 然后我收到这首歌 然后我听到这首歌 其实我非常感动 因为在一开始 我小时候 是一个不是很会负责任的 一个人 就是对感情的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吧 感情之外 感情方面不是 不是一个很负责 不是一个负责 很负责的态度 所以因为那时候 那段感情有点 就是因为自己的关系 所以就是不是很愉快這樣子 然後剛好聽到這首歌 所以我就想說 因為他的歌詞其實寫得很貼切就是 你要怎麼樣成為一個好男人 然後我就想說 那時候我聽到這首歌我就很感動 我想說如果我要為我未來的人生負責 我必須做到這件事情 這麼大的影響 對 所以我就是把這首歌列入我的清單裡面 結果沒想到今天唱這麼難聽 回家可以把它讓給別人 都去別人的清單 謝謝 謝謝 好的 我只能說前面兩位 撐不上強敵 應該給第三號參賽者很大的影響 第三號 女生喔 對 但是外表是不男不女女 我就是這樣子 中性 中性風格 我的歌比較適合女生唱啦 我的Key比較適合女生 對 比較高一點 搞不好女生唱會有另外一種味道 會有意外出現喔 好的 第三號參賽者掌聲歡迎 GG 好 歡迎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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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城市中 連風都不自由 熱鬧的街頭 就是我最寂寞 是愛的固惑 讓我又興起貪窮的念頭 有多愛我 夠不夠久 會不會走 藏在柔瞬背後 你終於自我 情愛裡遊走 卻不曾見你低頭 我卻常犯錯 像一個太忙太累太傻的駱駝 展個不朽 脂肪不瘦 聽不了手 太想愛你是我 壓抑不了的念頭 想要全面佔領你的喜怒哀愁 你已征服了我 卻還不屬於我 叫我如何不去猜測你在想什麼 太想愛你是我壓抑不了的折磨 能否請你不要不要選擇閃躲 只想愛你的我 太想愛你的我 難道只能在你屋中 在你的冷空 20點 太死了 太死了 他的戀愛故事跟落柔有關係 落柔 還是怎樣 因為在偶像前年會緊張 會緊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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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小 學三師傅 對 阿哲老師的歌 然後以前就是從那個卡帶時間 然後就是會買錄音單 A面B面時期 對 那你覺得你剛剛的表現如何 很爛啊 我可以再唱一次嗎 撇開駱駝不講的話 其實還是 就還是真的會有一點緊張耶 以及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啊 你 我覺得你就很有愛心 然後我覺得你真的很可惡 因為他們兩個在唱的時候 我有在旁邊偷看你一直在笑 所以我就想說天啊 等一下我在唱的時候 你會不會在後面一直笑 我沒有笑我是這樣 造成選手的壓力 對 就是鼓勵 因為你選手壓力很大 我只是憋著 呼吸比較好抖 肩膀抖動的頻率很快 剛剛你們兩個像背後的一樣 沒有壓力 阿哲老師 最後一位選手 讓你留下印象深刻 我覺得 說真的 他是這三位裡面表現最好的 謝謝阿哲老師 謝謝 我就說應該 應該放多一點的希望 在女生身上 沒有就是說 因為選這首歌呢 就是一個非常錯誤的選擇 因為這首歌是很難唱很難唱的一首歌 就是聽起來也難 唱起來也難的一首歌 那但是呢 當然啦 我們不會 不要求這麼高 那但是呢至少 GG在 音準啊 在拍子啊 在整個整體的表現上面 他是瑕疵最少最完整 哇 被撐了好好 好開心 想要瑕疵最少 對不對 你也只能這樣選 那怎麼辦 我這樣選 他的邏輯就是要反過操作 其實你知道嗎 我今天為什麼會 因為我知道有畫面 其實我也是 我一天要裹錢 跟我才說好 哇 你想說最爛也不是最爛 至少會是我 有我在墊背 你們都能放棄 你就是大老二裡面的梅花山了 真的 是啊 好的 那冠軍就是 GG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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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打笑 我覺得很棒喔 是的 這是第一屆的張信哲歌唱大賽 那也有可能在這一屆完以後呢 就缺乏經費的情況下 我看你們公司有沒有興趣想簽新人 我 你可以推薦給你們 我三個都打包送給你們 我三個都打包送給你們 我有潛力耶 不要這樣啊 欸 不 這 這就別開玩笑 我今天GG啊 當然也是難得機會 當然 不要說唱怎麼樣 但確實都很喜歡阿哲歌 是 非常喜歡 都很喜歡 這點是 不用懷疑的 是的 那今天這麼難得的一個機會 有沒有 可不可以聽聽看阿哲老師示範 唱《愛如潮水》這首歌 可以嗎 好啊 這首歌也影響我頗深耶 掌聲 不問你為何流眼淚 不在乎 不在乎你心裡 還有誰 不在乎你心裡 且讓我給你滿胖 不論結局是心是悲 走過千山萬水 在我心裡你永遠是那麼美 既然愛了 既然愛了 就不後悔 再多的哭我也願意背 我的愛如潮水 愛如潮水將我向你推 緊緊跟隨 愛如潮水它將你我包圍 我再也不願見你在深夜裡埋醉 不願變得男人見識你的不美 你該知道這樣會讓我心碎 答應我你從此不在深夜裡徘徊 不要輕易嘗試放縱的滋味 你可知道這樣會讓我心碎 太好聽了 太經典了 這首歌是正常的耶 終於有正常的表情 好好聽喔 太經典了 這首歌陪伴我們好多 20個年頭有囉 幾個春夏秋冬 好感人 今天很榮幸阿 就是阿哲哥來上我們節目 當然就是他自己 以老闆的身份發了一個專輯 那這個作品 也藉這個機會再次推薦給大家 好因為這一次的東西我希望能夠表達我最近這一段日子 就比如說剛剛從舞台劇 然後一直到現在 我的一些想法跟心情 所以呢這一張專輯其實我覺得還蠻成熟的 然後有很多內心的東西 那第一首歌讓大家聽到的是一個很有詩意的一首歌 歌名叫做空出來的時間 剛好拿來寂寞 支持一下阿哲哥 謝謝 謝謝阿哲哥 也謝謝三位來賓 謝謝 恭喜冠軍 不好 棒我的獎了嘛 棒我的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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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夢的獎了